好 那麼又有一間怪怪的公司嗎 有一個叫做時艦 時艦還沒加個草字頭 競選期間突然改名字 而且三個月就收柯文哲一千萬 看到沒有 一千萬 兩千萬 一千萬 在這個地方 所以收了一千萬 七百萬 兩百萬 一百萬 加起來一千萬 另外一更名拿柯文哲千萬的宣傳費 記者打電話去問 他說是會計師事務所 一個公司總計會講我是時間公司 就變成會計師事務所 這滿奇怪的 很特別 所以被質疑跟陳志涵有關聯 陳志涵曾經跟我完全無關 跟我完全無關 我們看一下 柯文哲假仗爭議連環燒 現在又被踢爆 登記在北市信義區的這間時間公司 去年七月才剛更名 短短三個月就拿了柯文哲千萬的宣傳費 怪怪的公司又加一了嗎 記者實際登門走訪 公司大門深鎖 沒人上班 這間叫做時間公司 2017年叫均宇 直到去年大選期間才改名 10到12月就拿到柯淨總三筆宣傳費 共計一千萬元 公司承攬業務還十項全能 業務包含裝潢 花卉零售 不動產買賣等 記者也打了公司電話 卻是另一間會計公司 利安達您好 兩間公司是什麼關係 利安達則回應還在調查 只是時間公司官網也很簡陋 臉書粉專更是一篇貼文都沒有 但網紅四超貓肉搜連連看 粉專三位追蹤者裡頭 有個馬來西亞賬號 好友的其中一位 疑似就是粉專管理員 和民眾黨黨團主任 陳志涵是好友 直指他和時間公司的關係 不單純 柯板不只好灑千萬宣傳費 就連新莊淨總裝潢費 也是大手筆 貪官污吏 要用皮皮抓 過去位在新莊的淨總 柯文哲哭窮說只能找租金 便宜的地方 實際上裝潢費就高達一千多萬元 對比藍綠對手 猴賴都控制在五百和六百萬元 被質疑淨總才短短租三個月 就灑了這麼多錢 柯文哲的金流爭議 一波未平 一波又欺 鳳欽 我現在先把 之前的所有的爭議先放一邊 我就把今天民眾黨開的記者會 作為一個主軸來討論的話 我到現在還在震驚當中 因為不可思議到了一個 我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智商157的人 會相信這種說法 就是我先說就是說 反正總而言之 現在錯漏報一共1817萬 這個是民眾黨告訴我們的 而錯漏報的17比 因為會計師便宜行事調節 然後變成九筆 在沒有單據的情況之下 去塞給三家公司 我的疑惑是 他怎麼知道可以去塞給這三家公司 他自己想像的嗎 就看說你們往來很密切 你們一定關係很好 他連問都沒有問說 這三家公司會不會反撲 就塞進去了嗎 這世界上有這種事嗎 這世界上做假帳的人 坦白說真的還滿多 可是視線一定會勾穿好 這一次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最震驚的事情是 他明明就是一個做假帳 因為錯漏報 然後去塞給三家公司 這就擺明了 他可能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十七張單據 他沒有看到 要硬塞給這三家公司 但問題這三家公司都說沒收到 你怎麼會連這一個勾計 都沒有勾計好 這一點是我不能夠理解的 然後第二個不能理解的是 然後你負責財務的人 大大大在旁邊 可以鞠躬 可以面對 然後說他要去告會計 這世界上 就我們如果懂得 財務作帳這件事情 這不是做假帳 就財務正常的作帳來說的話 問題一定是出在財務 就是財務才知道 如果我今天有單據找不到 我要塞給某一家公司 我能夠塞給哪一家公司 只有財務才知道 會計師會知道嗎 不會 最後才知道 理論上會計師 只要看你的單據 合不合就好 他只要看單據來做事 雖然不管李文宗也好 或者端木正也好 他們都跟柯文哲關係極為好 不管是李文宗 在那時候柯市府的時候 去擔任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之後他跟他妹妹 兩個人等於是負責了這一次 柯文哲的總統大選當中的 所有的相關的財錢的事務 然後端木正曾經擔任過 柯文哲去派的富邦的讀董 然後到目前為止 雖然他辭了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但他還是民眾黨所提名的不分區 換句話說這兩位 其實都沒有去陷害柯文哲的理由 可是這一出 不管是站在明面上的李文宗 或者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的 出來講一句話的端木正 都會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不可思議到極點了 而且第三個不可思議是 因為我現在得到的訊息 不管時樂也好 或者尼澳也好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收到錢 可是你審計部這邊公布的資料 我收到這麼多錢 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會有被追稅的問題 你要知道追那個稅有多可怕 因為他要追營業稅 跟營利事業所得稅 你漏報營業稅 他是可以罰你三倍 他不是只有罰你 就罰你稅就好 他還可以罰你到三倍 所以那個金額是非常龐大的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 營利事業所得稅 因為我這樣臨時 我也找不到支出的發票 然後去抵銷收入的 這部分的發票 金額是很龐大 他怎麼支付得起 所以他到處陳情找人 先找民眾黨 民眾黨沒有人反應 沒有人理他 不是號稱說是跟黃珊珊很好嗎 黃珊珊居然不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弄到說 最後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議員 都收到了陳情 然後名嘴這邊收到了一堆陳情 會把一件本來可以處理的事情 變成不可處理 這是我的第三個不可思議 不過這些是屬於錯漏報的部分 你們剛剛講的時間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了他的裝潢費 裝潢費1000萬 也對我來說我震驚不已這樣子 因為我前一陣子家裡頭 剛剛裝潢完 所以我對於每一尺的櫃子 他的木材是什麼樣的木材 然後多少錢 我做了很細膩的房價 我無法想像一個競選總部 因為我當然也曾經擔任過 競選總部的執行長 但我不負責錢這樣子 可是我大概知道 大概的支出的狀況 我沒有辦法想像 一個競選總部要花1000萬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 你接受不接受 這點我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候選人都覺得OK 你要大手大筆的花這筆錢 那是你的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是我的小小的不可思議 另外一筆被大家質疑 是柯文哲當時辦一個 KP木管站會 記得嗎 有現場還有網路上 說最後有盈餘77萬 也查不到 當時是線上售出4656萬張門票 門票收入531萬400塊 另外演唱會售出337張票 所有營收都歸木可公司所有 扣除勞務成本及公播等費用 權利金獲利有77萬196塊 但到哪裡去了 這樣也看不到 所以來 我個人覺得 鳳欣說他會很震驚 我覺得我也目前 也還在震驚當中 因為我們在場 每一個人都是都選舉過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這個政治獻金到底是要怎麼買 因為它是非常的反覆 大家說非常的煩 所以你在競選總部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幫你管財務的 然後到最後選舉完之後 不管你贏或是落敗 你最煩的就是那三個月之後 你要把你的政治獻金爆出來 但是大家為了怕麻煩 所以就一筆一筆完之後 其實會找一個獨立的會計師 純粹就是在你監察院之前 先幫你過濾一遍 免得你到時候會很麻煩 這是大家選會計師 最主要的緣故 所以我只能說 不管前面的細節 包括你剛剛說的 他這個演唱會的營收到底如何 我相信從此時此刻 這個兩點 三 兩點半 看完記者會完之後 綠營一定跟你從頭 你所不知道 可能事宣自己都不知道的 一些的細節 綠營已經把你從頭到尾 爬梳到底 而且包括當初有幫過柯文哲的 所以說我自己也非常認同 趙道哥剛剛所提到的 很多碎的問題 每個人都包括政治獻金 有誰因為政治獻金 這個問題鬧得這麼大嗎 沒有 為什麼 當你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來把它解決 你只要認為你認賠 或是用很多的方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美港 可是搞到像柯文哲這個樣子 我真的是覺得 裡面有太多人士之間 還有包括一些可能不是柯文哲 而是他內部他周遭的人 可能在這個所謂的分配各方面裡面 應該是會有一些的問題 否則不應該冒出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像目前為止 把這個所有的事情 李文中已經站出來鞠躬 雖然我不認為他的咖位 可以到幫民眾黨負起全部的責任 可是另外一個大家所要等的就是端木正 這是牽涉他一輩子的一個名譽 他如果大家把這個目標全部放在他身上 他後面的反擊站出來 所提供的這些證據 我個人認為那會又是另外一個災難 總而言之開記者會的目的 是能夠透過一些事情把事情釐清 可是很顯然這個記者會開完之後 引發出更多的問題 我比較真的打重心 你覺得我還是希望民眾黨 有他非常大的一個存在的價值 因為畢竟是在藍綠之外 大家希望能夠有一個 可以互相來制衡監督的 可是這件事情之後 在包括金華城的事情之後 會不會讓民眾黨因為人設 或是其他的問題 而讓他受到一個打折 我覺得目前那是民眾黨 所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有一個人組織的地方 在藍綠之外 有個小學院的地方 在藍綠之外 幫人們的地上 把人的地下 在藍綠之外 你很少 你很少